拜年拜年 龍年大吉大利 狗狗大秀 討喜絕活之外 每隻狗狗都換上了喜氣服裝 也有主人特別準備恐龍頭套 26號寵物年貨大街在花博登場 上午吸引大批人潮 應該會花差不多三千塊 是無上限的 就是加錢都會買一些 阿拉斯加犬氣派毛髮可不好照顧 一個月光是吃的 得花二到三萬元 主人為了某小孩 花錢不手軟 寵物年菜也要講究龍年寵物圍爐組合 端出了生食及干貝 過年沒有特別的 就是要澎湃 佛跳牆堂包 那就是可以讓寵物也有一種 圍爐的溫暖的過節感覺 賣出七八成以上 淡菜 其餘 雞肉再搭配紅棗枸杞 端出了幸福海陸滋味 堪稱寵物年菜天花板 過年陶吉利 也有業者受惠春聯 寫滿吉祥話 紅包袋當然也要寵物封 過年我們叫勒賣 是種皇帝跟格格款 主人們大買特買 讓毛孩子也喜迎金融年 華視新聞 林立廷 黃瑞霖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同一陣子